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个题目叫为什么要扫墓 什么是扫墓 我们通俗的给大家讲 扫墓就跟扫房子一样 谁的房子呢 自己已经去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先祖亡人的房子 你这么想就对了 那是他们住的地方 在世的时候 过年过节都要扫房啊 给这个家里老人打扫卫生啊 誓死者如是生啊 过世了 去给爸爸妈妈扫扫房 就是这感觉 所以你看那个清明的时候啊 那个墓地上的草荒草要给他剪掉 修整一新的 哎 你想想 父母 先祖高兴啊 哎 反过来我们看到那墓地里 荒草老高 一片荒凉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家人好像是没有后人了 父母没人管了 哎 所以过去人们常讲故土难离 为什么呢 故乡有祖坟啊 那移民海外的人 他就忘记了这一点 你的祖宗源头在故乡 所以我们就知道 很多荒凉的墓地 哎 真的是让人看到了很可怜 哎 去世之后都没人管了 所以说那墓地都修整得非常干净 整洁 说明什么呢 民风淳厚 所谓民德归厚 什么意思 人人都厚道啊 都惦记着 想念着自己已经去世的父母 亡人先祖 他不忘本 不忘祖啊 这就是为什么要扫墓 所以从这儿 我们就能看出来 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民风 哎 这个民风 他可以教育后人 代代不衰 都保持这个德行 不会衰败 我们看到新闻的报道 好像国家专门呢 有几天的假期 方便社会大众扫墓 记住 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大家在吃喝玩乐 从年轻人到小孩子 甚至于有的呀 说是去扫墓 那是去游山玩水了 遍地垃圾 一片狼藉 记住 扫墓 清明节 每当我们听到 这些节日的时候 这些祭奠的时候 我们都肃然其境 就好像 我们要祭奠先祖 亡人 先要把家里的桌椅板凳 擦得干干净净 早早呢 就把这些国品 供品准备好了 要静香 那个香点着之后 闻起来呀 你看这个香 有很多种德行 古书有记载 其中一个呢 这个香有什么好处呢 让人闻到之后啊 肃然其境 先要拉胯 东倒西歪 那你都做不到 香能够约束 礼顺 你的身心 香的力量多大 中华文明真的了不得 六根 言所见 耳所听的 你看过去 这个黄中大旅 甚至于家里的古琴 功伤绝之鱼 让你听到的 都让你身心 严整 肃目 鼻子闻到的 刚才我们讲到香 嘴巴所吃到的 舌头尝到的 都是 清清淡淡淡 所接触到的 心里所想的 这六根的 通通都是什么的 追思 恭敬 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 读到那个古诗 印象很深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欲断魂 为什么呢 想自己的先祖 云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 描绘的景象 就知道 古往进来 人们对自己的先祖 那种恭敬 你能看得到 听得到 问得到 现在不行了 这些新闻 让我们看到 非常难过 我们愧对 国家也好 领导人也好 给大众安排的 这种 机缘 成了我们 吃喝玩乐的时候 我还曾经 出席过葬礼 人刚刚下葬 然后呢 所有参加葬礼的人 全都要到餐厅去 这家主人 要请大家吃饭 吃饭 这人情势力 这个没问题 那问题是 你看看那个饭桌上 喝酒的 这个 开玩笑的 喝得满脸通红 大家在那儿 还有 你就看呢 跟办酒席 办那个喜宴 差不多 跟结婚的差不多 你看 丧失 办成了喜事 哀悼的心 何在 所以我看到这些 不管学不学 穿童话 你心里难过 说明什么呢 它是违背人心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中国的节日 不但是越来越少 而且呢 越来越背离了 它的宗旨 为什么过年 没年味了 它不是过年 祭祖 扫墓 它没有 那个恭敬心 怀念的心 感恩的心 它都没有了 所以在 很多年前 我们听 师父老人家讲经 师父说 你看 各地 到清明的时候 祭祖的 扫墓的 还有在 这个 东智 中原的时候 这一年 这几次 大的祭奠活动的时候 包括 有的地方政府 它举办 祭祀 宣远皇帝 祭祀 中华民族的 先祖 各地都有 这就像是一场 这个 盛大的 集会一样 这个会散了呢 你看 真是地上 一片狼藉 说明什么呢 在祭祀的时候 这个人 没有恭敬心 乱扔东西 乱吃乱喝 有恭敬心 有怀念的心 吃喝就不乱 乘于内 必 兴于外 它外边能看得出来 你是来调校的吗 你还是来喝酒 交朋友来的 所以你看 古代的葬礼 匹马带校 白色的 传统文化的 学校的学生 受到 很好的教育 家里有人过世 当天 就要 匹马带校 比如说 家里的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过世了 白马 扎头 跪在那个地方 亡人的 这个牌位 就摆在面前 人不在了 远隔千里 已经下葬了 孩子 看到 这个 爷爷的 这个牌位 灵牌 灵威 他跪在那里 这一日三餐 怎么样呢 顿顿 都是 先把饭菜 供给 这个 先祖 亡人 然后呢 自己跪在那吃 这是什么呢 最好的教育 所有的同学 老师 家长来参观的人 都看到 真好 好在哪里呢 这个孩子 有孝心 人走了 不能奔丧 他也要 丧尽礼 弟子归讲的 他有礼节在 这个礼节 就是提醒你 要存着 感恩 悲伤的心 为什么用麻布 我们大家看 礼记 周礼 一礼 三礼 麻布和别的布 不一样 他很粗糙 换句话说 你没有心情 用好的布料 让你摸上去 心里边就发凉 这是用麻布的意思 白色呢 什么颜色都没有 意思就是 什么心情都没有 就这个意思 不要这个法 你看到之后 圣人 什么意思呢 害怕何来 爸爸没有了 妈妈没有了 感到恐惧 他们能不能去好的地方 这一家人 少了长辈 家不团圆了 他代表这个意思 从头到脚 摆布 缠着 咬里记着 劈马带笑 这就是什么呢 用你所看到 所摸到 你所穿的 所吃的 所闻到的 通通都是在教育你 家里有大的不幸出现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先祖 把这些想的 考虑的 多么的周到 所以他们讲 中国人不懂得发明创造 你看西方人 他错了 数典忘祖 说自己老祖宗不好 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甚至完全不懂 我记得在这个 我出差的时候 我看到 家里出殡的 棺材在这停着 搭个灵棚 城市的农村都有 这种情况很普遍 把当地那个人呢 找来 吹吹打打 唱什么歌呢 唱情歌 邓丽君 和日君再来 你说这不是打岔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什么意思 你是高兴啊 还是 这是哪跟哪 这是 和日君再来 情歌这是 这是酷笑不得 你要去问 他说我们当地都是这样 现在人就是这样 你不这样 人家还看不起你 对于亡人的那一片 哀悼 思念 悲伤 一点没有 你说他真没有 他有 但是这个风俗是这个 你说怎么办 他也在那哭笑不得 敲锣打鼓的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什么敲也不知道 还有的什么呢 把当地那个 有的以此为生 他帮着你哭 你父母都不在了 你哭不出来吗 这都奇怪了 如果你父母去世了 你都哭不出来 那你这个人还是人吧 这不是骂人的话 你人性何在 还得找人来哭 给人钱 以造生事 这是大笑话 要想你是什么人 你自己不会哭 为人子的本分 你的本来的能力 都不具备了 那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 怎么知道哭 怎么知道找妈妈 妈妈老了就不要了 死就死吧 找人来哭 我们听说 很多地方还有什么情况 家里死人了 大半酒席 然后收礼 收钱的 收很多钱 靠着自己的亡人 赚钱 大不惊 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呢 这我们想一想 如果这要是官员做这个事情 你把当地的人民都叫坏了 民风都被你破坏了 你家的子孙 那更被你毁了 难道不是吗 好像说赚钱不大好听 事实如是啊 靠这个多收礼啊 这像什么话 那你的孩子 哎 行了 他缺钱的时候就盼着你死 你怎么不早点死 我好多收钱 我们怎么能做这样的榜样给后代 不可以啊 我们刚才所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 师父老人家在很多年前就提到了 传统文化 孝道没有了 那有什么可怕的呢 你说孝道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非常重要 孝道是一个人 人性的底线 现在人爱讲底线 这个都没有了 孝经上讲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哎 他连他亲人父母 最亲的那是爹娘啊 他都不爱了 他说他爱你 哎 你快嫁给我吧 他实际上是个逆子 他连他父母他都不管 他说他爱你 把什么好东西都给你 圣人告诉我们 为之贝德呀 没这样的人呢 他这么做了 师父讲 那是骗人 那是假的 他有目的 目的达到了 他就抛弃你 无论是说对夫妇 还是对领导 对国家 对民族 对周围的朋友 通通都是这样 不敬其亲 他连自己的亲人 他都不恭敬 他恭敬你 那一定是 不是小人 就是奸臣 他很会表演 他很会掩饰自己 这样人 你敢靠近吗 所以 为之贝利 我们大家想一想 一部经典 能传一百年 就了不得了 我们想想 从1900年到现在 一百多年来 有多少被奉为 经典的 人人手里都拿着的 谁还看呢 区区几十年 这才三四十年 大家都不认得了 所以宝树也好 经典也好 确实要经受住 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孝经到现在 2500年不止了 那是真正的真理 你越想越对 越有道理 所以 我们要相信圣贤的教导 一切的乱象的根源 都在不孝了 国家给假期 来倡导 要扫墓 要祭祀 这个家里的亡人 现在人不做了 他为什么不做 所以在很多年前 师父老人家 一语道破 现在都是形式 这些祭奠 这些集会 都是形式 人们 这颗心 已经不是孝心了 不是宫经的心 那应该怎么办呢 师父说 在清明节之前 或者在祭祀之前 要先 讲课 请老师 请这些明白人 你说真的不好找 就找那个 把经典能讲出来的 复述出来的 这样的人也可以 像我们就是 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人讲的话 他的原理 毅力 我们讲出来 复述出来 这也好 师父说 在这个仪式活动之前 先把这个 先做到 你比如说一个县 一个事 在清明节之前 先讲讲 扫墓有多重要 祭祀 仙人 有多重要 那不重要的话 国家能给三天假 几天假吗 说明它很重要 绝不仅仅是因为风俗 我们再说一句 道家的话 中华民族 几千年 上万年 没有道理的风俗 不会传到现在 换句话说 那些风俗 都是让国家 国泰民安 安居乐业的 那绝对不是为了娱乐 为了好玩 我们不是那样的民族 没那个道理 你看看古书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是那么无聊 那么空虚 肤浅的 凡是能流传至今的 你吃个粽子 都让你想想 去缘 让你知道 要学他爱国 现在人 常常说一句话 那这样多累 堕落不累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吃喝玩乐不累 天天享乐不累 那有人讲 这是不是西方人说的呢 也未必 西方也有很好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宗教 我们常常说 西方价值观有问题 确实竞争 斗争 贪婪 人的贪欲 人性本恶 这都是西方人的观念 那你说他这么坏的观念 他怎么还能延续到现在 他有宗教 没有宗教 早灭亡了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我们中华民族 看着好像是没有宗教 但是呢 延续千万年 千年万事 怎么来的 我们有自己的信仰 信仰头一个 就是什么呢 孝亲尊师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 叫做什么呢 清明节特别节目 慎中追远 民德归后 这句话 论语里的 告诉我们 清明祭祖扫墓 是什么意思 你别糊里糊涂的 那个孩子问你了 妈妈 爸爸 这是清明怎么回事 什么叫扫墓祭祖 你快吃吧 待会咱们还得 还得赶紧 那个下一个景点的 多么的可惜 中华民族 最灿烂的文明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呢 师父讲 没人教了 不讲这个 把利益看得太重 不重视人论了 所以我们听师父的话 清明节到来之前 我们把这个节目赶紧做出来 每一年清明节之前 我们都播放 都讲着 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要扫墓 要记足 明白道理了 他那个恭敬心 自然就发出来 所以现在你看 到处一片垃圾一片乱象 不能怪大家 他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没人讲嘛 真讲了 未然成风 所谓民德归厚啊 老百姓的德行都厚道 这个国家真的好治理啊 不像现在 你看在清明扫墓 祭祖的时候 这个样子 场面非常的庄重 行跪拜礼 贡品非常的丰盛 精美 是什么意思呢 启发人们的 换句话说 启发那些 在世人的 恭敬心 是这个意思 不磕头不行啊 那你大不敬啊 那还了得 所以必须磕头 这个是符合人性的 你是晚辈吗 五体投地 跪拜 感恩 纪念 怀念 它很自然的嘛 所以这些 无论是摆的东西也好 还有这些仪式也好 典礼上的这些程序也好 包括 甚至还有 还要有这些 这个音乐 奏乐 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增加人们的肃穆心 恭敬心 这个礼节 尤其是国家举行 或者是省市县举行 都非常隆重盛大 让人们重视 是起这个作用 而不是 很草率的 想在那对付 那你就没有恭敬心了 一丝不苟 可以说 你看这个县城 举全县之力 来做这件事情 说明什么呢 说明恭敬 孝敬 到了极点 是这个意思 它是表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去世的亡人 先祖 他并不需要你这个 你看这供品 还不都是给人吃掉吗 分着吃掉了吗 是吧 是在世的人 换句话说 活着的人 或者后代 他们需要 教育他们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看到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坐在那里 哎 儿子孙子过来磕头 他不需要啊 学生给老师磕头 老师不需要啊 学生需要 孩子需要 所以礼教 叫谁呢 叫我们 叫行礼的人 是这个意思 所以 清明扫墓 祭祀 所有这些礼节 你不要说 哎呀 这太麻烦 麻烦 咱们说一句 你好懂的话 你小时候 一把屎一把尿 给你换尿片 麻烦不麻烦 那真叫 一点一点 伺候过来的 恩德之忠啊 哎 所以说我们要懂 父母没有 给你这条命 没有嫌过麻烦 给你养大的 你现在长大了 你先麻烦了 你这是什么呢 忘恩负义 哎 在这些过程当中 好像是礼节挺多 很隆重 一下子一上午过去了 为什么呢 培养 我们在 这么一个 哎 众多的礼节过程中的这种 怀念和追思 当年父母对我们还不是这样吗 我们这一上午就不耐烦了 我们这是一辈子呀 让父母养啊 惭愧之心就起来了 所以说 礼节 不能不隆重 不能不周全 啊 新社会了 不讲这个了 把它拿掉了 哎 人心就坏掉了 不教了 没有礼教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这里是清明特别节目 今天的节目是 为什么扫墓 在中华民族 你不要说太久之前 我小的时候都见过 哎 很多的家庭 哎 逢年过节 他要拜公平 哎 这个是什么呢 对小孩子 对全家人最好的教育 到这个时候 是必须要尽孝 要祭祀的 那再往前就更多了 家家户户 逢年过节 哎 尤其到这个清明节的时候 一定要有 啊 那你说这个 到底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作用 头一个 命脉不绝 命脉不断 我们往大了说 一个民族 国家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啊 延续下去 啊 代代不灭 传承不绝 靠什么呢 靠命脉 命脉靠 靠人心 人心靠什么呢 靠孝经 他什么时候 你看那一代人 他不孝了 哎 我也显出来了 几代不孝 换句话说 忘祖忘本了 哎 这个民族 就会断灭 民族是大 每一个家是小 哎 你这个家 什么叫家破人亡啊 子女 不感恩父母 不惦记父母了 哎 父母是在眼前的 哎 清明呢 是什么呢 是对这些亡人 已经去世的父母啊 爷爷奶奶啊 还有先祖啊 他们的祭奠 换句话说 你这个人从哪里来 你这个家 有现在的荣华富贵 哪怕就是很贫贱 对 那也是一条命吧 你这个家有命脉呀 怎么来的你这个家呀 哎 老张家老王家 是不是 哎 李氏门中 这些子孙怎么来的 先祖来的呀 所以我们看到 哎 那些古民居里的古画 哎 你看 一排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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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排 越往上排 哎 那离自己越远 但是 虽然远 万古一夕呀 你身上有他的血脉呀 难道不是吗 谁能说 哎 我身上没有 我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的血脉 增祖 高祖 元祖的血脉 谁敢说没有 所以 桑进 李济进 成 为什么要真成 他们并没有过世 你 就是他们 还留在人间的 骨血 血脉 你换句话说 你就是他呀 你身上有多少 先祖的血脉 你跟他们是一体的 虽然不能见面 但是呢 命是他们给的 大家听听 这是讲道理啊 命脉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哎 我们说一个民族 像少数民族 他要是敢不穿 那个 那个本民族的衣服 他就被淘汰 他不敢 命脉所细 衣服还是小事啊 哎 常常要把先祖的画像 排位 灵位 都排在那里 不能忘记啊 所以这个民族不会灭绝 中华民族 少数民族就五十多个 怎么能代代相传 就靠祭祀 丧尽礼 寂尽成就靠正 所以你看看那些民族的葬礼 非常隆重 教育大家 怎么样呢 命脉所细 人虽然走了 我们不能疏忽啊 不能把利益当成是唯一的呀 哎 用道义来说都圆了 我们是一体的 血脉所吸引的 所以说 家 族 国 天下 都靠这个命脉为习 这个命脉 你不继承了 换句话说 你不想念他们 你不祭祀他们 不感恩他们了 不怀念了 命脉就断了 那会怎么样呢 你看就像那个小猫小狗一样 谁给他点吃的 他就跟着跑了 这种情况现在很普遍的 满嘴说阳文 说英文的 天天想到国外去的 这样的人多了 这个民族就没了 大家想想 命脉断了 他心里没有险祖 所以这些节日 这些活动 祭祀 都是为了让你念念不忘 命脉所细 你使命所在 你不能让他断了 你从哪来的 你要往哪去 还有比这个事情再大的吗 你看左传上说 国之大事 在四与融 四就是祭祀 融是国防 所以说从古至今 皇帝 一国之主 率领温武百官 那各个省市县都得学 他带头怎么样 祭祀 所以祭祀 在中国古代 每一年都很频繁 祭天祭地 祭先祖都有 为的是什么 不能让民族的命脉断了 别让这个家散了 别家破人亡 你说他重大不重大 时时刻刻提醒你 从哪来的 你 别对不起老张家的先祖 所以你看他孩子犯了错 得跪在那 先祖的牌位前 张氏门中历代先祖 他要在那跪着 为什么 他犯错了 那还行了 所以孩子要在这 一边刻头一边说 对不起先祖 对不起先祖 从小就教他这个 教他孝 教他忠 你是想让子孙后代 这个民族的后人 都不孝 都不忠 还是要忠诚孝子 全都在这些祭祀的节日当中 所以清明节是孝道的教育 我们要看得明白 妈妈过世了 爸爸还在 你心里还有妈妈吗 喂奶的时候想着妈妈 要钱的时候想着妈妈 妈妈走了 跟没这个人一样 你敢吗 那老爸爸都不揍死你 乖乖的 早早的 跟爸爸讲 爸爸咱们 今年什么时候 去看看妈妈 清明节人多呀 爸爸心里听了安慰 说我儿子好 有点孝道的教育 家里边 常常有这个牌位 灵位 念念不忘 所以有些人有 错误的想法 那才叫迷信 家里摆这个 是不是不吉祥 吉祥 他是孝道的教育 怎么能不吉祥呢 不摆这些 先人的牌位 不吉祥 为什么呢 没有孝心了 讲道理 怎么是迷信呢 所以这个牌位 是提醒在世的人 念念不忘 他们养育 我们的恩德 换句话说 给我一条命 我身上的血 肉 苦 脉 从哪来 他们给的 我能忘了他们吗 都不讲道理吗 所以 明德归后 那个后是什么意思 后道 那相反的呢 忘恩负义 弟子归离 上来就叫 桑尽礼 吉尽成 从小就叫成 长大了 都是孝子先孙 都是好人的 做官忠臣 佛陀所教的 不做国贼 他一定能做到 史料里太多了 而忠臣出于孝子 孝子怎么来的 从祭祀先祖 清明扫墓来的 那么讲到这里 清明扫墓 为什么 大家真的都听明白 感情是教育啊 那个父母苦笑一声啊 他会讲什么 你让我儿子扫墓 让他恭敬先祖 对这个去世的爷爷奶奶 要去怀念 他连对我们都不孝敬啊 你说怎么办呢 这个扫墓清明 这些对他们不管用啊 这个问题 是最大的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呢 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一条路 那条路呢 把弟子归做到 你先把自己作为父母 该有的本分做到 什么本分呢 父母叫儿女 他答应缓慢了就不行 为什么呢 硬误缓 父母教训他 他不恭敬的听着就不行 你就得管教他 所谓父父 做父母的 像做父母的 是父母啊 才能够得到子子 你光抱怨不管用啊 我们看到清明了 我们想起来 孩子对我们都不孝 我们要在平时 落实弟子归 落实圣贤的教导 我们要像个长辈 像个老师 像个父母 唯一的出路 除此之外 你想别的方法 说这孩子 是不是有心理疾病了 找心理医生 花很多钱 到什么强制学校去改 不管用 为什么 他心出问题 心出问题 不是心理的问题 是自性 被蒙蔽了 狗不教 姓乃迁 迁是变迁的意思 性相近 习相远 习气 就不一样了 这个我们听懂了 换句话说 你要想得到 孝子贤孙 让他每天先孝敬 否则的话 清明扫墓 看得见的 他都不孝顺 看不见的 他能用心恭敬 孝顺 不可能的 所以说 一定是从 在世的人做起 而不是从亡人做起 亡人是什么呢 是更高一步 把命脉 要传承下来 是这个意思 这后台看 这叫家道 家道不能断灭 你看那个孙子长大了 他到八十岁 他讲 我的爷爷 那会传统化 刚复兴的时候 我是从那会儿写来 传了 好多代往下 那才好 将来会有家谱 会有祠堂 我们坚定的相信 会有这一天 这个命脉就往下传了 所以我们这一堂报告 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光盘 全国乃至更多的 华人地区 小学 幼儿园 这些学生 家长都应该来了解 来看 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 创造 是我们的先祖 教给我们的 弟子规里讲的 论语里讲的 慎重 自己家里的老人 过世 他的丧礼 甚是什么意思 早早的就要考虑 不能说 说了 怕父母不高兴 但是呢 希望他们能够 安详往生 去好地方 在礼节上 不能有一点偏差 非常谨慎 教育家里人 后代 忠就是丧礼 尊远呢 远就是 已经过世很久的 先祖 高祖 曾祖 这些 所以过去 他有那个古画 让你能看到 曾祖什么呀 见到了 挂在屋里的 正厅中堂 让你天天看着 这个 你是有祖宗的人 你从哪来的 你不知道 那不看 不看 忘了 忘了 他就败家 他就没有家的概念 没有长辈 没有尊亲 没有孝亲的概念 那你不家破人亡了吗 所以把他放在 最为 尊重 尊贵的地方 中堂 那祭祀的时候 要请到自己家里 祠堂 大家族 有祠堂 追是什么意思 追思 怀念 隔得比较远 用一个追字 很生动 意思是什么呢 一体的要互相找 别忘了 恩德无量 你身上流着他的血 你能忘了他吗 代代不断 所以 丧尽礼 祭尽成 成就是什么呢 没有二心 心里只有他们 在祭祀的时候 转移 换句话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能有这么 了不起的节日和风俗 这个民族一定不会灭亡 一定能够复兴 为什么呢 他有根 每个人都有根 这个民族有根 这个家有根 那很了得 所以 所以 师父常讲 各地的官员 小到村长 大到中央 人人都懂是怎么回事 他才能怎么样呢 教民 化俗 他有这个本事 过去选官 官员的 头一个本事 就是这个 你不能教育老百姓 老百姓看着你呢 世事都看着你啊 哎 上行下校 大家不都是吗 你看当官的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确实如是啊 哎 所以 官员三个身份 君亲师 君 领导他方向 亲 关心他 爱护他 不能让他 恶着 动着 让他生活 应试 师呢 告诉给他 人生的方向 趋吉 避凶 做好人 家庭都和美 所以 真正有这些 学问和德行的人 才能做官 所以君亲师 不是给他安上去 是他本来就有 这个德行和能力 才有资格当官 是倒过来的 哎 所以 在我们中华民族 你放眼看全世界 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只有我们 哎 扫墓 祭祖 哎 这个祭祀 哎 这个 先祖 我们伟大的 祖宗 全世界 只有我们 所以外国人 哎 遇到 师父老人家 就问 哎呀 那个去世 那么久了 你又不认识他 你祭祀他 干嘛 是外国人 问的问题 他们每个人 都是个体 中华 民族不是中华民族 是一体的 而且呢 他是突破空间和时间 空间就是我们整体 都是一体的 燕黄子孙 哎 这个时间呢 万古一息 他讲道理 我们大家明白这些 就知道 家家 哎 都有这种 祭祀的活动 啊 人人都明白道理 好在哪里 头一个 在世的人看到了 哎 所谓 老爸老妈看到了 欢喜 放心 哎 那你说这话 怎么说呢 他知道 将来百年之后 儿女会对他怎么样 他都去世了 他还在乎这干嘛呀 哎 要在乎 一个人 对去世的人 都能这么感恩戴德 念念不忘 他能说坏人吗 这个家能乱吗 不会呀 妈妈爸爸放心了 他是后道人吗 民德归后 这句话意思很深的 哎 小可以到一个普通人 大可以到整个这个民众 叫民德归后 这个民族都是后道人 哪来的动乱呢 啊 谁跟谁争 哪有打不完的官司 审不完的案呢 没有啊 民德归后 人心都后道嘛 所以父母看到了 他放心 哎 如果自己的儿孙看上去 白眼狼 哎 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 那个父母死不瞑目 为什么 他不放心嘛 他自己受点委屈 还责罢了 但是呢 他对这个 在世的这个 这些孩子们呢 就怕他们打呀 就怕他们争啊 就怕他们闹啊 他真的叫死不瞑目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啊 慎重追缘 丧尽礼祭尽成 能够让我们的父母 长辈安心 同时呢 让街坊死灵 让整个这个家族 安心 有好榜样 你说这个 有多么的重要 那谁来带呢 一个地区 有当地的掌管 那国家呢 是有领袖 那自己的家呢 由家里的 最高的长辈 由他 来做主导 很早之前 你看看 三月份的时候 就得张罢了 又该到清明了啊 二孙们自动 爷爷您放心吧 我们把这个都照顾的 挺好的 准备的都很充足 还差一段时间的时候 这一家人在一起 为这老爷爷讲 几号到几号 咱们到哪里去 是什么个路线 当地什么气候 我们准备了哪些供品 学佛的人 我们从几号到几号 就开始 给这个 先祖 王仁呢 我们准备诵经了 放生了 这个老大 拿出一笔钱来 是吧 孙子也拿出点 这个钱来 把自己压碎钱 都拿出来了 给自己去世的奶奶 修福报 给他们回向 你说这爷爷看了 得多欢喜 如果说清明节到了 这儿孙们全都在外边 吃喝玩乐 根本就没有怀念之心 那是本分的 你说这老爷爷看到了 什么心情 难过呀 我死之后 他们指不定还 不像话到什么样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些仪式 不是 预备落后的 是最好的 家庭和睦的教育 那你说这个地区举行这个呢 是这个地区和睦的教育 那国家举行这个呢 是这个国家和睦的教育 你说好不好 念念不忘 人心就厚道 不许忘 人与人之间那种感情 那种恩情 那种情意 就无比的深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 传记 老人 老人 八十多岁了 他在家里 一直挂着一张照片 谁的呢 他夫人 三十多岁就走了 我看到那照片 那夫人很年轻的 这老人就八十多了 坐在那个照片前 那这个照片就一直挂在他这个卧室 八十多岁的婆 你说这个情意得多深厚 那就是教育 我们再看 宋国母 也是八十多岁 那屋里边干干净净 正中间永远挂着一幅画像 他的先生 中山 中山先生 那都是祭祀 那都是怀念的 慎重追缘的 念念不忘 你说人情多厚道 我们今天 跟大家所做的这个汇报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普世的 这些 伦理道德的 这么一种教育 那么可能 有的 学佛的同修 就要提个问题 说老法师常常讲 佛经也常常讲 要放下 情指 感情太浓厚了 容易影响往生 这个话 对不对 非常的呀 那今天我们讲扫墓 我们讲 人与人之间 尤其亲人之间 感情要深厚 那错没错呢 没错也对 对在哪里呢 你要看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 冷漠自私到了极点 你跟他说放下情指 他没有感情可放 你让他放什么 这种情况怎么样呢 先让他从零度以下 恢复到零度以上 恢复正常体温 正常体温就是什么呢 孝涕忠心 礼仪廉耻 所以清明扫墓 祭祖 非常有必要 恢复大家的 五轮的感情 头一个父子有亲 现在都不亲了吗 大家都是怨恨了吗 都结兵了 你怎么不早点死 都是这种 所以先给他恢复到人道 换句话说 师父常常讲 人中有恶鬼道 有地狱道 有畜生道 人中当中也有六道 他现在不像个人了 对父母那么虐待 一点感情都没有 先让他从 那个恶鬼地狱出生道 上道 先当个人 然后再说 这个 成佛作祖 学佛的事情 人他都没学好吗 所以他有次第 我们大家 在了解到了 这些情况之后 我们对祭祖 对扫墓 心里边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感情关系这么大 对 你现在身为父母 你不往我心里去 你说我是年轻人 这好像跟我没关系 你错了 将来你要做父母吧 你会有孩子吧 你这样 不知道对待 亡人 感恩 先人 你的孩子都学会了 你家里就会出逆子 你想家庭幸福 那是做梦 所以 今天师父在讲经的时候 我们就举手提了个问题 师父说现在 清明节最重要的是什么 孝亲 是排在头一位 尊师是第二位 什么关系呢 因果关系 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他连他父母都不敬都不孝 他怎么可能会敬老师 孝老师 不可能的吧 对老师没有成敬的心 这个孩子一定学不好 这是他一生成就的基础 所以师父就讲 当年老人家 在小时候上私塾的时候 老父亲带着 对老师三跪九寇 所以那个学生看到了之后 不敢对老师不恭敬 那父亲都这样 那真真的害怕 我们就提了个问题 现在是相反的 师父老人家 你老人家说这是 这是多少年前的 应该快八十年前了 八十多年前 那么现在的人们 是父母看着孩子的脸色 不是孩子看父母脸色 现在父母在那磕头 年轻的孩子会说什么 我父母脑子出问题了 他们多好笑 在那痴痴的笑 你看他多糊涂 多傻呀 还骂父母啥 我是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办 还要不要磕头 还怎么个交法 师父非常慈悲 师父说 现在你三跪九寇手 可能家长都未必能做得到 三聚功就可以了 你看看 那么孩子 我说那孩子怎么教 师父说 这是全世界当今最大的问题 就是教育孩子的问题 家家户户你去问 师父讲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家长来了 都说一句话 孩子难教 没法管 真的 那怎么办呢 什么原因呢 师父说 你看 方东老 方教授 他老人家 当年在六十年代 有那个教育部的官员 去请教 这老教授 方教授 大家有所不知 是 蒋介石的老师 蒋老总统的老师 那个时候 这个 蒋先生 就是 学周一 学这些 古代哲学 去求教 那是真正的 师生关系 所以方老师 是师父老人家 第一人老师 那么 方老师就讲 这个社会要想 恢复安定和谐 你们这些官员 要怎么样呢 报纸 电视 杂志 通通都关闭 哎呀 官员说 这办不到啊 那办不到 你们要知道 这些东西 天天都在破坏 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 是人道的教育 人性的教育 换句话说 那些东西 都在天天破坏 人性 哎 破坏 圣贤教育 你想好 可能吗 从六十年代到现在 我们想想 过去了多少年了 哎 这五十多年过去之后 我们就知道 更乱了 网络 电视 啊 这些所有的媒体 包括大人说的话 把孩子们全都给教坏了 哎 我们是做老师的有体会 见到学生和家长太多了 哎 你辛辛苦苦教半年 啊 教甚至教一年 回去之后啊 顶多 也就是一个星期 全部毁掉 真的是白教了 再回来 还得需要三个月再恢复 这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传统化学校 那学生 家长说 你不要回来 你回来污染太重 是实话 是真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啊 祭祀扫墓这种大礼 现在进行有多难 你跟他说了 说了他也未必听得明白 真不容易啊 师父今天讲 太难了啊 哎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几个义工 出去买东西 哎 这个义工带着个孩子 三岁多 从外边吃着那个雪糕 哎 给他们买的 进来 进到一个商店 卖布的 这几个卖布的 这个老大姐啊 看到孩子呢 就凑过来了 叽叽喳喳的 哎 那个孩子是学传统文化的 他在那一勺一勺 把他给他挂干净了 惜福吗 不敢浪费吗 那老大姐张嘴第一句话 行了行了行了 别在那弄了 喝喝喝喝 扔了吧扔了吧 你看看 张嘴就叫扔了 这第一句话 我就在旁边看 哎 另外一个老大姐一问 哎 你看那小朋友啊 他手里边啊 还帮着拎个小包 哎 帮着大人拎东西啊 这老大姐姐讲 那个这里边有 有没有你的东西啊 有没有给你买 好吃的好玩的 告诉他 告诉他 告诉他们 啊 要是没有的话 不管拎着 不认识的陌生人 才真正叫路边遇到的 商店里遇到的 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 张嘴就这话 我在边上就挤了 我当时表情很严肃 我就挡在这个孩子面前 我对着这几个老大姐讲 我说你们爱孩子 喜欢他 我们理解 我说 但是你们这么说话 会把孩子都教坏了 我们从小要教给孩子 爱惜东西 惜福 我们要告诉他 事事都要照顾长辈 他有孝心 哎 如果是这种交法的话 哎 没给我买 我就不管你 我就不伺候你 我就不帮你 我说 这不成了 逆子了 啊 那将来父母 上年岁照顾不动 照顾不了他们了 伺候不了他们了 他们就会抛弃父母啊 逆子怎么来的 我说 就是你们这样 一句一句说出来的 他们可能也 估计是几十年 从来没有听到 有人说这些话 因为 学传统话的人不读 说正经话的人不读 哎 我们是学了之后 明白道理 这一讲 他们也很受震撼 这是真的 这个事情过后 我就问这几个老师 我说 你们敢不让 让这个孩子 到社会上来 敢不敢 哎 他们在那 哎 没想到啊 对啊 电视网络 你看那三岁孩子 不会看吗 大人说话 言谈举止 污染 亲眼所见 这还了得 哎呀 好吓人哪 但是这话你不说 一般的家长不懂 扫墓不会扫 记组不会记 哎 张嘴就说 弄他干嘛 这都是现在家长讲的 你说你的孩子 能好吗 这堂课你没听 你想要幸福美满的人生 孝子贤孙 师父常常讲 那是做梦啊 真的得不到啊 我们都希望千家万户好 所以把这些体会 供养给大家 最重要的 领导要明白 老师要明白 长辈 亲人 父母 要明白 军亲师 这三个太重要了 因为什么呢 老百姓就看他们 你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各级官员 不就看上级的吗 所以说 无论是从政治 什么叫政治 政者正义 治呢 就是治理 管治 一个家有政治 红楼梦大家要体会 真的是 用正道来管治 来治理 这个家 这个族群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这个单位 这就叫政治 政治怎么样 一定要有 论常道德 要符合人性 要通人性 没有人不欢迎 他怎么是封建民心呢 这莫名其妙 你怎么能给封建民心 放三天假 那讲不通吧 这里边有 至善至美的 究竟圆满的 和人性相通的 圣贤教育 人性教育 家家都需要 现在社会 大众都不懂 都不了解了 那么大家就受苦了 真是 你说那孩子 你敢放出去吗 多重的污染 那怎么办呢 师傅今天还特别讲到 你说一个县 一个市 一个小地区 有电视台播 很快人就叫好了 广东省波罗县 就是很好的榜样 我们亲自去采访 去那个电视台看 他就专门拿出一个频道来 教传统文化 县委书记开始望下 人人都喜欢 老百姓喜欢 广东省 督察组到这里来检查 把波罗县选为 文明县 典型和谐示范县 我们看到有这个报道 就一个频道 人是能教得好的 所以今天 师傅老人家特别提出来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这套光盘里面 有一期节目 叫 此生 必看的科学实验 师傅说 非常震撼人 从小学生 幼儿园都应该看 他看得懂 就是什么呢 水实验 将你们有一个光点 好像题目是 不能不看的 一个科学实验 里面是江本生 博士 水实验 做得好 我觉得 这一 这个一段 应当做一个转题 台湾 刘一生 他也做这个实验 效果也非常好 可以把它做成个专辑 让人多看看 知道一个事实 其心动念 宇宙之间 一千万法 都知道 我们的善念 对自己身心健康 对自己 事业顺利 对社会安定 国家富强 世界和平 统统有包座 活络而不为止 这种光点 要大量流通 非常有说服力 这个实验 你自己都可以做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不是骗人 你自己在家里 你都可以实验 你说 它哪有那么复杂 这个实验 伟大就在这 你先不要说那么多 你自己 诚心诚意 你去做实验 你就会发现 因为 我们知道 做实验的人很多 我们周围身边 都有人做这个 真的是那样 一切法 有心相声 你存着是 孝心 感恩的心 周围的环境 无比的美好 你看到了 那个水结晶 就是你身体 血液 你的体内的 这些结晶 真的好 外面一杯水 有变化 反过来 你不笑 大不敬 自私自利 吃喝玩乐 贪嗔吃慢移 全是这个 你看那个水结晶 你自己去看 所以 心念的力量 不可思议 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当这些课程 能够普及到全世界 人人都明理 人人都去落实 都去做了 师父讲 也不需要什么成本 一片光盘 两块钱贵不贵 这一两块钱的光盘 你就放在这个频道去播 你说它 它有这么大的效果 你为什么不做 喝乐而不为呢 你自己都讲不通吗 真是等到 中华民族 古圣先贤的教导 光大于世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相信 危其不远了 每到清明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 都存着孝心 感恩的心 纪念先祖和王人 大家想想 我们这个国家 乃至于世界 那周围的环境 该多美好呀 为什么呢 水师宴嘛 人心都好了嘛 所以清明扫墓 是最好的信念 孝敬 师父讲 圣贤教育要想落实 要想人人授医 前提条件就是孝心 孝亲 为根 为始 才有后边的尊师 孝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在这里 我们祝福 普天之下 所有向往 太平盛世 国泰民安 愿意学习 如实到圣贤教育的 所有的同学 家庭和乐 先祖 孤亲 都能够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后代 能够 代代兴旺 民族复兴 中华文明复兴 广大于世 太平盛世 能够在我们这一代 实现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亲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意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话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公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帮助你 继续 着 胡 蚱 装